今天周末我们开车到一个从流泊的尔湾这边开车两个小时 这个是啥地方 那个 箭头 箭头小镇 哪个 啊 少东西玩不得 这地方洛杉矶下面海拔几十米 这地方开上来海拔 1700多 爬山的路很漂亮 前面有个湖 哎呀好小亮那个鎖 前面有湖 周末好多人啊 这半个月啊 在美国旅行了 很多时候就是开车出来吗 给大家分享一点心得 美国除了这个平均车速高速公路最快以外 还有就是美国跟中国跟澳洲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没有两边的那种高速服务区 你可以让你随时下去上洗手间 你可能要拐下去 拐到那个拐下去小镇啊什么的 才有洗手间啊 公共洗手间 就是说这个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给他分享一点心得 今天来这个地方很漂亮 从洛杉矩开过来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然后你在路上倒没看到很多车 但是你到了这个旅行的地方 因为是周末嘛 你就能感觉到美国的人口红利了 美国这地方逛了几圈才停到车 哇好多人呢 停满的车车位都找不到 我这半个月在美国大城市啊 加州这个地方玩 我感觉其实跟中国的北上广的话非常像 还有就是堵车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你如果说像住在我们住的地方 耳湾这下面的话 你去一趟那个洛杉矶的那个市中心啊 什么好莱坞这些地方的话 你每个两个小时基本上不行了 很堵车 所以说大城市真正的大城市 看一下这里很漂亮 前面有个湖底下再大家去逛一下 就是这个你看好多人 就这个湖啊上来 哇好大一个湖啊 给大家看一下 很大的湖很漂亮 箭头湖啊 这还有小鸭子 还有好多小船 真的很热闹 这加州这个地方 我感觉你去到很多玩的地方啊 你跟那个国内的大城市也没什么区别 好多人 看一下 对对对看一下 湖很漂亮 那湖远处还有好多房子 房子 住在这上面还是挺不错的 不惬意 海拔一圈多 夏天的时候肯定很舒服 冬天我估计要下雪的上面 很大的一个湖 还不小啊 热闹 挺好的 哎呀这小鸭子 你看这个湖还有好多鱼啊好漂亮 除了有鸭子 还有鱼 这个鱼 哎这个鱼肯定很好吃 有点像针鱼 放大看一下 还不小哎 一条都是一两斤左右的鱼 非常热了 这水多清澈啊 这水多清澈啊 全是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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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鱼 魚 魚鎮魚鎮魚很好吃 這只魚這瓶魚正好 這裡更壯觀 這裡一堆鴨子和海鷹 你看看好多人在餵 自己買那個他 有買耳料什麼的 鱼鸭混在一起,大杂烩 漂亮 应该是酒吧还是什么的 这个小镇上面,好多人聚在里面 在唱迪迦哥 好热喽 不能喝酒,喝饮料 这是洛杉矶的后花园,海拔一千八百多米了 上面很漂亮,一路从海边开上来的 可以看到没有错 洛杉矶的人民,两个后花园,一个前面去的箭头 这个叫大熊湖,这边滑雪也很好,这个滑雪很大 从箭头湖到大熊湖开车四五十五 冬天滑雪,夏天避暑 这个地方钓鱼很不错 然后这个也很可爱 这个湖好大呀,这个湖 比刚刚那个湖大 你看,那湖好 这上了三我才知道洛杉矶也这么在 前面我们也都是 动不动都是八车道六车道的 至少也是十车道 这里终于看到双车道了 这个很漂亮 看两边的房子 因为要下雪的话 它的房子都是那种很坚的坚定 这 cordon大月还不愿意 这不什么时候 不是 东西 前面又是很高的山 太棒了 这个房子也很漂亮 很有相处积极 除了算 冬天这里肯定更长 傻虚 这里风景挺好看 看上左边 就是大熟的小镇 那边出的房子也挺好看的 这是下船的地方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麻烦大家给我点个赞 关注三连 我这次只是到美国来玩的 不是移民美国了 有澳洲移民留学的问题 还是记得联系我 感谢大家